荣耀组文新书发表会 在旺家国小的传统歌谣中揭开序幕 新书中写下了21位首文VuVu的访谈 以及生命故事 希望将来一乡这份得天独厚 却逐渐凋零的文化遗产 能够记录下来 时间的变圈 我们很多老人家都已经凋零了 这个部分的一个传统文化 所以为了要保存我们这个文化 能够表现在我们的书本 让全世界的人知道 荣耀组文蓝箱排湾首文展 两年前开始在全台多场次的巡回展出 遗憾的是 至今已有五位VuVu离开人世 其余都在身体不适下 无法出席见证新书的发表 VuVu的凋零 让越来越多女性族人警觉 愿意成为首文的传承者 就是要把这个美丽的这个纹路 图腾留下来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已经在没落了 很可惜 让我们现在排湾族了解到 我们社会阶级制度 因为现在现代一世代 很多的乱象 尤其是对自己身份不了解 那藉由这本书之后呢 我们有了一个参考书 也让我们后代有一个依据 了解自己的身份 到底该可以闻的是哪一个阶级 赤纹对排湾族来说 是一份荣耀与身份的象征 反映出排湾社会阶级分明的接续 女性族人的亲身实践 让美丽的首文能够延续 而书中的文化内涵 则是让后代在首文传承上 能够有所依循 原始新闻歌手屏东来意采访不到